浙江省乔联副主席张维仁在成功举办2016哲菜纽约评鉴会后,专程来到洛杉矶,在考察了多家浙江籍企业后,与当晚参加了浙江乔团为他举办的欢迎晚宴。 洛杉矶中领馆副总领事王雷,领桥组组长王学正,浙江经贸文化联合会会长,美国韩州商会执行会长周刚,美华总会长李社潮,基金会主席王简美,温州旅美同乡会会长林光,温州洛杉矶商会会长林选栋,温州加州同乡会会长王小群,韩州同乡会会长韩小军,湖州商会会长蒋骏, 女企业家商会会长陈丽杰等桥林军道会欢迎。王雷副总领事在致辞中对浙江省桥梁代表团到访表示欢迎,并充分肯定浙江会和韩州会在南加社区发挥的积极作用。 周刚会长在会中也表示,近十个浙江桥团一起来欢迎张维仁,显示了浙江桥团的团结和邻居力。 张维仁副主席在会中介绍浙江菜纽约评鉴会的盛况和在南加州考察浙江籍企业的观感体会,并表示未来一定有机会在洛杉矶举办浙江美食节。 是来到洛杉矶,看望我们的浙江籍的老乡,这个感受很深,一方面是浙江籍的侨胞在洛杉矶事业做得很好,事业做得很好。 他们是发扬这种勤劳吃苦的精神,串出一遍新天地,尤其可贵是他们的下一代,侨二代,今天我看了几家企业做得同样相当精彩。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杉矶采访报道。